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今天事挺多 主要是现在发生的事情 特别是上海的事情 我今天又看了好多视频 真的是一句话来形容 上海人民的忍耐已经达到了极限 包括有网友写了一篇文章 写的非常好 但是马上就是被和谐了 被删掉了 被404了 我们来看一看他说了什么 一个普通的市民 他说现在的上海人 每天都晚上清点完冰箱 忧心忡忡的睡下 每天早上抢完菜之后 又忐忑不安的 然后再去点开上海发布的数据 接着开启一天的核酸 抗原团购和满娘 还有求助 他不知道为什么 每天都有刷新底线的事件 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居民 一个5岁孩父的爸爸 接受治疗后病情稳定的癌症患者 他有癌症 但是病情稳定了 到了4月3号 突然感觉不是要去医院 在有前一天小区做核酸的报告 情况之下 要被马上进本院的核酸报告才可以 在等待的过程中离开人世 他死前最后的一句话是妈妈 你去问我医生我的核酸出来了吗 他去世两个小时以后核酸出来了 阴性悲剧刷新底线的事情 每天都在发生 这么一件事不细说了 然后网传某位卫健委的一位干部 在巨大的压力中在办公室自意身亡 他这个文章没提名 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干部上吊了 还有一个刚出生14天的宝宝 也被要求和阳心的父亲 母亲分开隔离 单独送去精神病房 孩子的奶奶试图跳上窗台 以死相逼要求和宝宝在一起 产妇拖着孱弱的身体 发出求助信息 仅仅请求妈妈能和宝宝隔离在一起 让孩子吃上一口母乳 这是在阳性的家长 可以和孩子一起隔离的新闻 发布以后发生的事情 许多比邻居民区的中小学 突然变成了方舱 居民抗议 失声恶然 很多老师的书本 还在学校里面 班级里存放着学生的私人物品 甚至有的寄宿学校 还住着学生 这学期还能开学吗 马上中考了 毕业班前途何载 今天上海大风暴雨 赶工完成的南汇方舱和高桥方舱 全部都屋顶漏水 这个视频我是看了 跟水来弄一样 阳性病人所在的居所纷纷遭遇 被入床铺湿透人员 挨凌挨洞的情况 更有甚至一些方舱本来就不堪的 在厕所在暴雨停水 暴发等多重压力之下 粪便横流无人修理 这是方舱 既然把人抓来治疗 那也得把病人当人对待 为什么要让人毫无尊严 打热线找局委 遇到的标准答案 永远都是已经报上去了 等上面通知 网民们自己做了一个求助文档 来我们来帮你 上海抗议互助 将各方需求列尽其中自己互助 打开文档 尽是不能再等着紧急情况 但凡有一位领导亲自看到这个文档 都不会好意思说那些空话 一位居住在永康路大半辈子的 痛病痛难忍的老先生和局委会工作人员打电话 为什么上会变成这个样子 答复我无能为力 一生悲愤长叹 那个是录音应该是一个老头说我要去做CT 我要快死了 你怎么办 我说无能为力 已经报上去了 是这样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为什么我们全力配合政府要求 说停工就停工 说足不出户就足不出户 说每天核酸就每天核酸 说半夜再核酸就半夜再核酸 还有说十六天就十六天 说家七天就七天 啊 供客时间 咬紧牙关 工作丢丢丢了 公司关键关了 抗议第一 说平劳就平劳结果呢 这个平劳什么意思 上海话 就是说忍着 还能怎样 足够出户半个月 一个月 小区里的阳性一粒的增加 本来没有阳性的小区 也在长达一个月的严格封锁里出现了阳性 封控区域解封无望 管控区域不断出新 所谓防疫防范区都只能是一户出一人 每天出一小时还不能走太远 一户出一人每天出门一小时 每天一个半小时 如果说超时了 马上就把你给限制了 在上海市民认真严格克服所有需求 坚持配合抗议的情况之下 每日的公布数字仍是2万多2万多的跳出 所有的专科医生都 铺出去做永无止境的核酸检测 永无止境 这就是无用功做他有用吗 大部分医疗系统停摆 所有的新冠以外的病人挣扎的死亡线上 无法就诊无法手术 无法配药120要排队出个门不给开 出门单不给开 血透轮不上化疗做不了 所有的病人都以自己的生命为15万里仅有一粒的 而什么什么奥米克荣让路 15万分之一给让路 奥米克荣他不致命 不致命 从东方医院的周护士到120无视去世的老人家 到今天这位在等核酸报告中离世的急诊患者 以及经济学家的高龄母亲 这是梁贤平 他98岁母亲去世 开不到抑郁药的病人 他们没有得到一个说法 就憋屈的离开了人世 成为大局为重的一粒尘埃 压到每个时代的一粒尘埃 压到一个人的身上 这就是一座山 那些相信政府只封富田就买了富田食物的市民 已经纷纷陷入断粮危机 运力严重不足 我所在的区域 几个买菜APP已经停运 抢菜的资格都没有 只能依赖小区热心群众发起的团购 也仅限于基本的米面油蔬菜 更多的生活所需无法解决 甚至现在赖以维持生活刚需的团购 都面临着重重限制 为了减少外来物品传播病毒的风险 减轻志愿者负担 许多小区和物业局委会要求团购报批 局委和物业来审 哪些可以买哪些不能买 例如局委会团购的可以买 自己发起的团购不可以买 保供单位的菜可以买 私人老板的菜不能买 蔬菜挂便可以买 咖啡水果这些非生活必需品 不能买等等规定 但什么是生活必需品 谁能定义能不能买的范畴 一层一层的审批 权力寻租的空间又多大 咖啡不能咖啡对于我来说是必需品的 他也不让你买这个人他说是他做了几回团长 你会感觉从互联网时代倒退到了供销社时代 本就不多的选择还得想办法去抢去申请 供货联系人给出永远繁忙的电话号码 司机师傅脾气也是要多大 有多大菜的质量也是差强人意 你不能有任何意见 只要能够到货有点感恩戴德 价格也是自然的飞起 这种仅有的购物方式 令人感到恐惧 令人极其的不适 更可怕的是短期内 似乎没有其他的购物方式了 京东美团这些高调亮相政府发布 会承诺保障民生的平台 打到的现实当中就变成永远发不了货的渣男 你仔细一看 周边的昆山苏州等地都在全域禁止 都封了高速都在天天全面核酸 谁给你发货 因为上海周边上海就靠 那些周边的卫星城市来发货 任何货物到上海都要经过这些卫星城市 昆山苏州太仓这些都经过 上海是再强调保障物资有什么用 严格的防疫政策之下 全国十几个省市的物流受到影响 形成马一带星就不让下高速 多少货车司机到上海吉林送完货 就回不去了 滞留在高速上 谁还敢给送货 哪个公共上愿意承担高昂的成本和风险 昨天插一句昨天我是看到了一个卡友 卡车司机一个卡车大哥 卡车司机大人受不了了 吞药一瓶药 呱啦呱啦呱啦喝水 然后就没了 人就没了 货车好像还在高速上 就把药吃了 这就没了 就这么可悲 我们可能再也无法自由的选购一瓶 自己想要的酱油了 更多人是啥也没得吃了 这几天众多独居老人守到淡尽粮绝 才发出求救要一口吃的 这些独居老人守到淡尽粮绝才发生 真的 真的是从文革时期走过来的人 这些老人他一打眼就看出来上海 真的要发生什么 所以说老实的很不闹事 守到最后守到淡尽粮绝求救要吃的 这些老人他们中有老教授 有专家经历过浩劫年代 至于说为祖国做过贡献 我就不想扯这个蛋了 也不缺钱的知识分子 确实上海有几个缺钱的上海 你也不能这么说 凡是在上海买房置业的 经济条件是不错的 结果困在了2022年吃不上饭 荒不荒谬 既然我们抗议的主要目标是为了保护老人 那这些吃不上饭看不上病 甚至还要搭上人命的老人 现在的状况是怎样造成的 上海它是服务业占比非常重的城市 这里有大量的手停口停的打工人 你比方说送完卖 我今天不送完卖 可能明天我就没东西吃 明天我就交不起房租 很多都是这样的 手停口停 那不开玩笑 他们无法居家办公 他们也没有独立的住所 不具备做饭的条件 说不到微问物资 也没有彩礼长久支撑 怎么说跟他们比起来 我觉得我这还蛮庆幸的 我这起码属于是在家里面办公 如果我们足不出库20天天核酸抗原轮番做 阳性数字还是不停的狂涨 那足不出库和天天做核酸的效果 又在哪里 所有的检测医生 居委小区物业都在超负荷运转 基层一线已经承担了远超自己能力的任务 指令和骂声上级招令西改随意的传圣旨 轻巧的一声服务上门的时候 有没有射身处地的替做事的人想过 那照我来看 像这些什么所谓的超负荷的运转 其实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无用功 都是无用功 前几天发布会出来一个民政局领导 还以为要发布什么惠民政策 结果善良又说要创建无益小区 华天下之大击 为什么不创建无感冒小区 无艾滋小区 无痴疮小区 得阳性的人有罪吗 得阳性的人是故意传染的吗 无益小区是可以靠人为的努力 能够努力做到的吗 现在匆忙赶成下雨天 狠尿使尿横飞的方桑 是能够让人安心去住的吗 让小区居民怨恨不幸染上阳性的邻居 制造阳性的耻辱 耻辱感制造重重障碍 转移矛盾到群众内部 惩罚有阳性的楼不解封 这不是连坐陪连坐赔罪制度 同时也是在传播仇恨 就是制造矛盾 这么一个提示 这位朋友说 今天的心情实在沉重 我们热爱的 为之自豪的如此闪耀的城市 为何变得如此暗淡无光 我们付出的忍耐和血泪 究竟是不是付错了 这座城市 还有没有像徐慧区志愿者老伯一样 敢于距离力争的人 还有没有官员在倾听人们的心声 我们期盼的明天 还要熬多少个14天后才能够到来 代价要付出多少 他能够换一个求食的人民智商 这是昨天一个爆款的文章 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当然了不出所料的被404了 被和谐了被删了 所以说咱们今天就是以这种有声的方式 把这个文章给大家念一念 读一读 上海 怎么说 悲剧在上演 每天都在死人 人为的制造饥荒 人为的制造 制造的灾难 好 先说这么多